水果熟成需要時間 为了当季抢士 很多水果会利用这种 灰白色的粉状结晶体电土 结合空气中的水分 产生乙烯快速催熟 最常使用电土催熟的 就是芒果香蕉和木瓜 就放在箱子这种间 然后那个水果都放在旁边 然后再箱子蜜蜂 老板拿出自家种植的香蕉 保证是自然熟成 但是老板揭露 市面上的香蕉 百分之百都是人工催熟 人工催熟的香蕉 地头摸起来会黏黏的 胃表比较没有黑点 但如果是自然熟成 地头不黏 会有自然的梅花黑点 原则上它就是慢慢的 从地头这边慢慢的红 红到后面这里 这边还是绿色的 然后它熟的时候 这边才会变黄 而芒果则是要从味观来分辨 人工熟成的芒果 会整颗均匀变成黄红色 自然熟成的芒果 尾端会是绿色 而且闻起来香味比较浓 木瓜则是相反 人工熟成的会偏绿色 摸起来比较软 自然熟成的木瓜 整颗变黄 摸起来又硬度 可是它黄了之后就变软了 很快就烂掉了 反而自然熟的 它不会很快烂掉 不过用电土催熟水果 乙烯早已完全挥发 对人体没有影响 但是自然熟成的水果 还是最坦然 像是西瓜 火龙果 苹果 芒果等等 都是属于后熟水果 采收后摆放两三天会更甜 记者林中 陈光瑞 台中 采访不到